德语课堂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德语课堂 我们的德语课又要开始上课了 我是你们的舒老师 在上节课上 我们主要认识了解了 之前曾是煤矿 但现在是运动休闲中心的 Cechia Helena 那么在Cechia Helena 以前和现在的对比中 我们接触到了一些 情态动词的过去式形式 那么在今天的这节课上 我们将首先学习 情态动词过去式的构成和用法 然后我们将通过 两个人的工作生平 来巩固复习 情态动词的过去式 那让我们赶紧开始今天的学习内容吧 modal verben in präteritum 情态动词的过去式 在学习情态动词的过去式之前 我想我们有必要先复习一下 我们所学过的几个动词的过去式形式 那就是haben和sein的过去式 das präteritum von haben und sein 为什么要先复习一下 haben和sein这两个动词的过去式呢 因为过去式在构成的时候 有一定的规律 这个规律适用于德语中所有的动词 我们先来看一下 haben和sein这两个动词的过去式 不知道同学们还记不记得 sein Ich war er sie es war du warst ir wart wir sie sie waren haben Ich hatte er sie es hatte du hattest ir hattet wir sie sie hatten 同学们有没有想起来 过去式的变位和现在式的变位 有点不太一样 它更接近情态动词的变位方式 也就是 Ich和第三人称单数 er sie es 共用一个基本形态 Ich war er sie es 也是war Ich hatte er sie es 也是hattet 对于规则动词来说 这个基本形态的构成是有规律可循的 但是对于像haben和sein这种不规则变化的动词来说 我们就要背出 记住它的基本形态 然后du的动词变位 就是在基本形态的后面 加上st ir 则是在基本形态上加上t 而via zz 则是在基本形式后面加上字母an 把词尾补成an这样的形式 情态动词的过去式变化 当然也符合这一原则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Müssen Ich musste er sie es musste du musterst Müssen Müssen的基本形式是 Mü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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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h konnte Er sie es konnte Du konterst Ir kontert Wir sie sie konnten Könan的基本形式是 Konter Dürfen Dürfen Ich durfte Er sie es durfte Du durftast Ir durftat Wir sie sie durften Dürfen的基本形式是 Dürfte Wollen Ich wollte Er sie es wollte Dür wartest Ir wartelt Wir sie sie wollten Wollen的基本形式是 Wolte 同学们只要牢记住 情态动词过去式的这个基本形式 那么其他的人称 变位都可以轻松的推导出来 那么这个基本形式有没有规律呢 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 Müster Konter Dürft Wolter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 原来情态动词的帽子都没有了 也就是上面的点不见了 也就是我们把情态动词 动词词干拿出来 但是要摘掉帽子 然后再加上 TA这个词尾 就变成了基本形式 那为什么要加TA呢 因为对于规则动词来说 过去式就是在词干的后面 加上TA来构成的 当然 其他动词的过去式形式 我们要以后才学了 同学们现在不用理解 只要把这四个基本形式 记住背出来就可以了 那么 情态动词如果变成了过去时 它的用法和原来 是不是还是一样的呢 我们来看几个例句 Führer muss man hart arbeiten Führer muss man hart arbeiten 以前人们不得不辛苦的工作 同学们看 在第二位的是情态动词 虽然是过去时 但是它还是站在第二位上 而它支配的动词原型 Arbeiten 就放到了整个句子的最后面 和原来我们学习情态动词 现在时的用法一样 有情态动词的句子 它的框架结构 还是由第二位的情态动词 和句尾的实意动词 一起构成的 放在第二位的情态动词 要根据实态变位 也就是这里变成了过去时 而放在句尾的实意动词 不需要做任何的变化 再来看几个例子 Ich wollte eigentlich ins Kino gehen Ich wollte eigentlich ins Kino gehen 我原本是想要去看电影的 这里用了Wolter 也就是Wollen的过去时 表达的意思是 现在不去看电影了 但是之前原本是想要去看电影的 Frauen durften früher nicht arbeiten Frauen durften früher nicht arbeiten 这是我们前面课文里所学过的句子 以前女性是不被允许工作的 也就是女性是禁止工作的 这里的durften是dürfen的过去式形式 Fruher konnte ich nicht Deutsch sprechen Fruher konnte ich nicht Deutsch sprechen 以前我不会说德语 这句话同学们都可以说 在没有学德语之前 大家不会说德语 那么就要用到情态动词 Kino gehen的过去时 Konto Ich konnte früher nicht Deutsch sprechen 那么现在大家学习了德语之后 再怎么样应该会说个几句吧 那我们就可以用现在时 Ich kann jetzt Deutsch sprechen 从这几句例句我们不难看出 原来我们在学情态动词用法的时候 强调的框架结构 对于情态动词的过去时来说 还是有效的 只不过我们要注意情态动词的时态变化 在弄清楚了情态动词过去时的构成 和用法之后 我们就可以学习今天的课文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在学习课文之前 让我们先来学习这一课的新单词吧 jeden jeden jeden是jeden的四个形式 同学们记不记得叔老师说过 在德语里四个可以直接做时间状语 以前他每个周六都必须工作 这里的jeden samstag就是四个做时间状语 表达的是每周六的意思 那么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词 我们前面有学过副词 我们可以用samstags er musste früher samstags arbeiten 所以我们如果想表示每个星期几 我们要么可以用星期几加上s做副词 要么可以用四个前面加上jeden di nachtschicht di nachtschichten di nachtschicht di nachtschichten schicht 有班班次的意思 那么它和晚上 nacht复合之后 指的就是夜班 晚班 di nachtschicht beginnt beginnt um 18 di nachtschicht beginnt um 18 晚班 从晚上六点开始 那么叔老师要问大家了 白天的班 应该怎么说呢 同学们回忆一下 前那一课我们学过 日光 那个tag 那个单词是怎么复合的 对了 白天的班 我们叫做 di di tagesschich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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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chtschicht machen nachtschicht machen 此组 上夜班 er mußte nie nachtschicht machen er mußte nie nachtschicht machen 那个时候 他从来不需要 上夜班 sympathisch sympathisch 形容词 使人有好感的 同学们注意 这个词 非常的常用 它解释为 可以让别人 喜欢的 有吸引力的 引起对方好感的 所以是非常好的 一个保译词 如果我们觉得 某人很讨人喜欢 我们就可以用 sympathisch 这个单词 来形容它 那么大家注意一下 这里的 t是由 te ha 组合 发音成 t的 拼写 很容易出错 die kollegen waren sehr sympathisch die kollegen waren sehr sympathisch 我当时那些同事 人都很好 都很讨人 喜欢 losen losen 即无动词 这个单词 就有点相当于 音语里面的 solve 解决 解答 所以这个动词 最常用的搭配 是和 问题 problem losen 很多同学 很多同学 一直在这个词上犯错 所以请同学们 好好地记一下 首先 gefallen 这个单词 是一个不规则动词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现在式变位 和完成时 er gefilt er gefilt heart gefallen heart gefallen 其次 gefallen 这个单词 是一个不规则动词 是一个不规则动词 它不解释为喜欢 它解释为 让谁喜欢 使谁喜爱的 而且因为它不规则 后面加的冰语 必须是三格冰语 那么举一个例子 如果我说 我喜欢这本书 不能像英语里面说 i like this book 一样 用我做主语 因为gefallen的意思 是让谁喜欢的 所以我们用gefallen的话 要用书做主语 那我怎么办呢 我只能做成三格的冰语 因为gefallen是不极无动词 这句话做出来应该是 Das Buch gefällt mir Das Buch gefällt mir 再来看一个例句 Mine Arbeit gefällt mir sehr gut Mine Arbeit gefällt mir sehr gut 这句话翻译出来 当然不是我的工作喜欢我 应该是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让我喜欢 mir是我的第三格 这里同学们还要注意一下 gefallen这个动词 习惯上是用good来修饰的 我们不能说 Mine Arbeit gefällt mir sehr gern 千万不能用gern 要用good来修饰个fallen 所以这里才会说 Mine Arbeit gefällt mir sehr gut Furchtbar Furchtbar 形容词可怕的 恐怖的 Oh, das ist ja furchtbar Oh, das ist ja furchtbar Oh,这个真可怕 Etwas anderes Etwas anderes 别的是 其他的事 Ich wollte eigentlich etwas ganz anderes machen Ich wollte eigentlich etwas ganz anderes machen 原本我是想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 原本我不想做这些事 原本我想做其他的事 那么同学们注意一下 这里的 Etwas 加上形容词 然后再在形容词的后面 加上 As 这种语法构成 有点像英语里面的 Something 再加上形容词 比如 有一些东西不太对 在英语里面会说 Something wrong 那么在德语里面 Etwas就是something 那么后面的形容词后面 还要加上一个As 英语里的 Something wrong 有一些不太对的东西 到了德语里 我们就要说 Etwas Farshers Etwas Farshers 同学们看 我除了在形容词 Farshers的后面 加上As以外 我把形容词的 首字母也大写了 这在德语里 叫做 把形容词 名词化 那么再举一个例子 英语里如果说 Something interesting 德语里该怎么说呢 应该是 Etwas interessantes Etwas interessantes 首字母大写 后面再加上As The stewardess Die stewardess 空中小姐 Ich wollte Stewardess werden Ich wollte Stewardess werden 注意这里的 Wolter用的是过去时 所以翻译的时候 虽然句子里没有出现 Fruhr这样的词 我们也要翻译成 以前我是想当空姐来着 那么这里的 Stewardess Werden 就简释为 成为空姐 注意 Werden 是一个系动词 所以Stewardess 是第一个 而不是四个 Ach Ach 我爸爸曾经说过 这太危险了 同学们注意 像Ach 这样的小品词 在德语里 可以有非常多的含义 那么这种含义 单独从一个单词 是无法判断的 我们要从上下文 以及说话人的语气 来配搭 这个小品词的含义 Recht haben Recht haben 词组 解释为 说得对 有道理 Da Hatte Errecht Da Hatte Errecht 在这点上 他说得对 在这点上 他很有道理 那么如果我们想承认 对方说得对 我们就可以说 Du Haste Recht Du Haste Recht Bestimmen Bestimmen 即物动词 决定 确定 中音在第二个音节上 Bestimmen My father Hatte Emmar Alles Fur Uns Bestimmt My father Hatte Emmar Alles Fur Uns Bestimmt 在这句句子里 Bestimmen的四个编语是 Alles 我的父亲 总是为我们 确定 决定 所有的一切 Entscheiden Entscheiden 即物动词 决定 同样 中音也在第二个音节上 因为前面的 Ent 也是非中读前缀 Wir durften Nichts Selbst Entscheiden Wir durften Nichts Selbst Entscheiden 我们自己不可以决定 任何事 那么同学们注意一下 这个Entscheiden 是不规则变化 我们看一下 它的现在时 和过去分词变化 Er Entscheiden Eher Entscheiden Hat Entscheiden Hat Entscheiden 那么有同学可能会说 这个词 Entscheiden 和上面的Bestimmen 是不是同一词呢 不是 Bestimmen 更像 确定 例如 我们定一下时间 我们定一下地点吧 这个 我们是用Bestimmen的 而Entscheiden 它在做急舞动词的时候 它后面的宾语 往往是这种不定代词 例如 这件事我不能决定 Das kann ich nicht entscheiden Ich kann alles entscheiden 它后面要加的是这种不定代词 所以这两个单词是不可以随意互相替换的 Die Schreinerin Die Schreinerinnen Die Schreinerin Die Schreinerinnen 女木工 我们可以倒推推回去推出男木工怎么说 Der Schreiner Der Schreiner Meine Schwerster wollte Schreinerin werden Meine Schwerster wollte Schreinerin werden 当时我的姐姐或者妹妹想要成为一个女木工 这样的愿望还真少见呢 那么舒老师告诉大家 另外一个可以表示木工的单词 要比 Schreiner简单 Der Tischler Der Tischler 我们知道Tisch是桌子 然后我们在后面加上词尾 了就变成了木匠 Das Mädchen Die Mädchen Das Mädchen Die Mädchen 女孩 一般 Mädchen 指的是十四五岁的女孩子 Vater hat gesagt Das ist kein beruf für Mädchen Vater hat gesagt Das ist kein beruf für Mädchen 爸爸曾经 爸爸曾经讲过 这不是女孩子的职业 想起舒老师当年高考的时候 其实本来是想考建筑系的 舒老师觉得建筑师很厉害 但当时我的一位非常尊敬的英语老师 就这样对舒老师说 Das ist kein beruf für Mädchen 这不是女孩子做的工作 要去工地 要出差 太辛苦了 如果舒老师当时真的选了建筑 现在就没有机会给大家上课了 Die Friseurin Die Friseurinnen Die Friseurin Die Friseurinnen 女理发师 那么男理发师自然是 Der Friseur Der Friseur sie musste Friseurin werden und bei ihrer Mutter im Friseursalon arbeiten sie musste Friseurin werden und bei ihrer Mutter im Friseursalon arbeiten 她不得不成为名字 发师 并且妈妈 对我的发听 你帮忙 Der Friseursalon Die Friseursalons Der Friseursalon Die Friseursalons Salon就是 Salon Frisursalon 指的就是我们的美发厅 Das Beste Das Beste 最好的是 或者物 同学们注意一下 这个也是形容词 变名词的一种语法现象 Das Beste 大家看 Beste 是Good的最高级 它其实就是一个形容词 最好的 然后我们把首字母大写 那么有同学可能会发现 Etwas 后面是加AS的 但是到了 Das Beste里面 后面只加了一个A 那么这个怎么区分 舒老师以后有机会 会跟大家讲 现在请同学们 把它们当成固定词组 记下来 Ir Vater Wolte doch sicher nur das Beste Für Sie Ir Vater Wolte doch sicher nur das Beste Für Sie 您的父亲 当然是想要给您 最好的 Das Beste 最好的 Die Kindheit Die Kindheiten Die Kindheit Die Kindheiten 同年 我们在孩子 Kind 这个单词后面 加上Height 就构成了童年 Wi va ihre Kindheit Wi va ihre Kindheit 您的童年怎么样 因为问的是童年 是过去的事情 所以要用过去时 那如果说 在童年 在我的童年 应该用什么介词呢 童年是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应该用 In这个介词 In der Kindheit In der Kindheit 在童年 In minor Kindheit In minor Kindheit 在我的童年 Die Jeans Horser Die Jeans Horsen Die Jeans Horsen 牛仔裤 英语里来的外来词 其实 Jeans 这个单词本身 就可以指牛仔裤 Die Jeans 那么我们加上 Horser 复合一下 就更清楚不过了 Ich durfte nie Jeans Horsen tragen 当时我从来不可以穿牛仔裤 同学们注意一下 Tragen 这个动词 就相当英语人的 Wear Jeans Horsen tragen 穿着牛仔裤 Hallo Hallo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Schnapp dir einfach Reis und Fisch Leg den Städtchen auf den Tisch Steck alles in den Schnabel Es geht auch ohne Gabel Nur Mut, nur Mut Das klappt doch schon ganz gut Ja gut, wir haben jetzt alle neuen Wörter gelernt Wir können Hörtext und Läsertext üben Zai 学习了新的单词之后 我们可以来做听力和阅读训练了 Wir machen zuerst ein Hörverständnis Women sen来做一个听力联系 Öffnen Sie bitte das Buch auf Seite 184 Übung 1 Die Arbeit von Otto Grabowski in der Zeche Otto Grabowski在匡区的工作 Hören Sie den Text und beurteilen Sie ob die Sätze richtig oder falsch sind Kin同学们根據听到的课文 Pantern下列句子的对错 2 Biografien 1 Die Arbeit von Otto Grabowski in der Zeche Richtig oder falsch? Wir haben früher in der Zeche sehr hart gearbeitet Heute kennt das fast keiner mehr Wann haben Sie denn angefangen zu arbeiten? 1959 im Alter von 17 Jahren Damals mussten wir jeden Samstag arbeiten Nur Sonntags hatten wir frei Wir waren auf 12 Stunden täglich unter Tage Ich musste oft Nachtschicht machen Dann konnte ich mit meiner Familie Nor am Wochenende zusammen sein Ach, das war sicher hart für Ihre Familie Ja natürlich Unser Chef in der Zeche war sehr streng Wir durften nie zu spät kommen Und wie waren Ihre Kollegen? Die waren super Ich hatte Kollegen aus Polen, aus der Türkei, aus Italien Deshalb konnte ich früher ein bisschen Türkisch sprechen Heute kann ich leider nur noch Merhaba sagen üsstüm Ach, das ist eine große Herausforderung Ka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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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较重的口音 另外语速也很快 因为他讲述的是 自己年轻的时候 在矿区中的工作 因此是用过去时 来进行讲述的 这也加大了我们听力的难度 那么舒老师建议大家 如果两遍三遍听不清楚的话 可以再多听几次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篇听力的原文 不知道同学们还记不记得 在前面一课里 Otto Grabowski先生 和Kelstin Schmidtke女士 在Zecher Helena偶遇了 他们一起喝着东西 一边闲聊起来 那么我们听到的这个对话 就是他们闲聊的内容了 Otto Grabowski先生说 Wir haben früher in der Zecher sehr hart gearbeitet Hart arbeiten 是不是很像英语里面的 Work hard 努力辛苦的工作 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们以前在矿区 工作可是非常辛苦的 Heuter kennt das fast keiner mehr 现在可是没有人知道这些了 这句话里的主语是 keiner 没有人就相当于 niement keiner Heuter kennt das fast keiner mehr 今天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一点了 Kelstin Schmidtke女士问 Wan haben sie denn angefangen zu arbeiten?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的呢? Anfangen我们学过解释为开始 后面的 后面的zu arbeiten 我们还没有学过 是德语里的待促不定式形式 也就是有点像英语里面的to do something Anfangen zu arbeiten 就有点相当于英语里面的begin to work 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的呢? Nunzehnhundert neunundfünfzig im alter von siebzehn jaren 是在1959年 当我17岁的时候 同学们可以记下这个词组 im alter von im alter von 这个词组就相当于英语里面的at the age of 在几岁的时候 如果说在我10岁的时候 就可以说 im alter von zehn im alter von zehn 所以第一题 Otto Grabowski hat 1917 mit der Arbeit in der Zeche angefangen Das ist falsch 这句话是错的 Otto Grabowski先生 不是从1917年开始底下工作的 而是从1959年 这里年份数字错了 Grabowski先生又接着说 Damais mussten wir jeden Samstag arbeiten Nur Sonntags hatten wir frei Musten Müssen的过去式形式 不知道同学们能不能听出来 那个时候 我们每周六都必须得工作 只有星期天才休息放假 只有星期天才休息放假 Frei haben Frei haben 放假 有空 所以从这句话我们知道了第二句 Er muster fruer jedem Samstag arbeiten Das ist richtig 旦工用语 解释为 景下工作 在景下 那么这里 那么这里 未来我和我的家人就只能在周末相聚了 Konter Können的过去式 Am wochenende zusammen sein 在周末 在一起 所以第三句 Er muster nie nachtschichten machen Das ist falsch Er muster oft nachtschichten machen 原句里用的一个 nie never 从不 错了 应该是经常的假夜班 听到这里 Schmidtke女士说 Ach Das war sicher hart für ihre Familie 啊 这样啊 这对您的家庭来说 一定很艰难吧 Hart für ihre Familie 对您的家庭很艰难 Krabowski先生说 Ja natürlich 对的 当然了 Und unser chef in der Zeche war sehr streng 而且我们矿区里的老板 非常的严格 严格到什么地步呢 Wir durften nie zu spät kommen 我们从来不可以到的太晚 Durften Durften的过去是形式 表示被允许 被许可 我们从来不被许可 可以晚到很久 也就是这个老板 对于准时工作 有非常高的要求 因此 第四题 Der chef in der Zeche Durften nie zu spät kommen Das ist der falsch Nicht der Chef Sondern die Bergleuter Durften nie zu spät kommen 不是老板 而是矿工 不可以迟到很久 Schmidtke女士又问 Und wie waren Ihre Kollegen? 那您当时的同事 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们怎么样呢? Krabowski先生答道 Die waren super! 他们棒极了! Ich hatte Kollegen aus Polen aus der Türkei aus Italien 我有来自波兰 土耳其 还有意大利的同事们 Deshalb konnte ich früher ein bisschen Türkisch sprechen 所以那个时候 我还会说一点 土耳其语呢 Kunter Kinnen的过去式形式 表示那个时候 会说一些 那么说明 现在可能已经 没有像当时 那么会说了 Heuter kann ich leider nur noch Mehrhaber sagen 很遗憾 现在我只会说 Mehrhaber了 Mehrhaber就相当于 德语里的 Hallo 也就是 现在只能用 土耳其语 打打招呼 说说hello了 好 我们来看第五题 Die Kollegen von Otto Grabowski waren sympathisch Krabowski先生的同事们 非常讨人喜欢 Sympathisch这个单词 在课文中 虽然没有出现 但是 Krabowski先生 用了另外一个词 来形容他的同事们 就是 Super 太棒了 太好了 这也是一个 宝义词 因此 从这个 Super上 我们可以听出 Krabowski先生 对他当时的同事 是非常喜欢和满意的 因此 所以第五句是正确的 第六句句子 当时 Krabowski先生 还会说一些 土耳其语 因为他有 土耳其来的同事们 这篇听力对话 有一定的难度 希望同学们 在舒老师讲解之后 能够再多听几遍 那 那 现在 我们再来做一个阅读练习 一百八十四页 练习二 Kerstin Schmitke erzählt Kerstin Schmitke 在讲述 在前面的那篇 听力课文里 我们了解了 Krabowski先生 年轻时的工作情况 那么 他们的对话 在继续 接下来 轮到 Schmitke女婿 介绍自己的情况了 Lesen Sie den Text und lösen Sie die Aufgabe 请阅读课文 并在空缺处 选出正确的单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一题 是不是比前面那篇 听力 要容易得多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像这样的玩心填空 应该如何解答 Schmitke女士说 Ich arbeite in einer Internet Firma als Marketing Assistant 我在一家 英特网公司 担任销售助理 Eigentlich finde ich Die Arbeit gut Aber ich muss so viele überstunden machen Pro Woche mindestens 10 其实原本 我觉得这个工作挺好的 但是我得加班 每个礼拜 至少加10个小时 我们看这句话 Eigentlich 这个副词 占助了第一位 那么后面是 道庄语序 我们就知道 在finde的后面 缺少的应该是 主语 也就是第一格 另外 从动词 finde的变位来看 它缺少的 也应该是 Ich 第一人称 单数 这个主语 所以我们选择 Be Oh Das ist ja Furchtbar Krabowski 先生说 加班10个小时啊 那也太可怕了 Schmidtke 女士接着说 Wissen Sie Eigentlich wollte ich früher etwas ganz andres machen 您知道吗 其实 以前 我是想从事 完全不同的工作的 Wolte 是wollen的过去式形式 etwas ganz andres machen 做完全不同的事情 Ich wollte stewardess werden 我想成为一名 空姐 Wolte 说明 想成为公姐 也是以前的愿望了 Fliegen 飛行太棒了 这句话里面 有主语 Fliegen 也有 修饰 Fliegen的 形容词 Zupper 唯独缺少了 动词 所以这里 应该填入 动词 sein的 适当 辩位形式 而主语 Fliegen 相当于 第三人称单数 所以应该选 A ist Fliegen ist Zupper Aber meine Eltern wollten das nicht 但是 当时 我的父母 不愿意 我做空姐 Wolten 当时 不愿意 Warum denn nicht Krabowski 先生 有点 不理解 问 为什么 他们 不愿意呢 Schmidt 的女士 答答 Ach Mein Vater hat gesagt Das ist zu gefährlich 我爸爸说 做空姐 这也太危险了 我们知道 zu 就相当于 英语里面的 TOO2 表示过于 太的意思 同学们注意下 zu 后面 应该要加 形容词 或者 副词的原型 而不能加 比较级 或者最高级 之类的词 因此 这里应该选 Be 太危险了 在这点上 他是对的 Krabowski 先生 很赞同 Schmidt 克女士 父亲的观点 所以他说 Krabowski Krabowski 先生用了过去时 根据 er的动词 变位 当然不能选择 Hartest 应该选 We Harte Naja Aber Mein Vater Hatte Imma Alles Für Uns Bestimmt Wir Durften Nicht Selbst Entscheiden 唉 好吧 不过 我的爸爸 总是为我们 决定 所有的 事情 Alles Bestimmen 确定 决定 所有的 事情 我们 什么都不可以 自己决定 Durften 是 Durfen的过去时 Durften 表示 被许可 可以 那么 Durften Nicht 就变成了 否定 也就是 禁止 不可以 我们什么事 都不能自己决定 Meine Schwester Wolte Schreinerin Werden 当时 我的姐姐 或者我的妹妹 想要做一个 木匠 Wolte 也是当时的愿望 Schreinerin Werden 成为 木匠 Da hat er gesagt Das ist kein Beruf für Mätin 我爸爸 就这一点 也说了 木匠 可不是 女孩子 做的工作 因为 Beruf 是阳性的 所以我们应该选择 Kein 而不是 Keiner Sie Muste Dang Frisur Werden Und Bai Mine Mutter In Frisur Salon Arbeiten 所以 我的姐姐 或者我的妹妹 就不得不 成为一名 美发师 并且 在我妈妈的 美发沙龙 里工作 Muste Müssen 的过去时 Ihr Vater Worte Doch Siche Nur Das Beste Für Sie Nin Fu Cin Dang Shi I Dang Shan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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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Das Beste 最好的 Kommen Sie Trinken Wir Noch Etwas 来 我们再来 喝些什么吧 如果选择 Nichts Trinken 那意思就变成 来 我们不要再 喝些什么了吧 这样语意 就不连贯了 所以我们 该选 杯 Etwas Beispiel Jetzt Darf Ich Computerspiele Machen Aber Früher Durfte Ich Keine Computerspiele Machen Jetzt Darf Ich Spät Ins Bett Gehen Jetzt Kann Ich Ein Instrument Spielen Jetzt Kann Ich Fahrrad Fahren Jetzt Muss Ich Die Küche Auf Räumen Jetzt Wür Ich Nicht Oft Fußball Spielen Jetzt Wür Ich Nicht Immer Coca Cola Trinken Jetzt Darf Ich Jings Hosen Tragen Jetzt Muss Ich Nicht Hart Arbeiten Jetzt Muss Aber Früher Durfte Ich Nicht Spät Ins Bett Gehen Aber Früher Konnte Ich Kein Instrument Spielen Aber Früher Konnte Ich Nicht Fahrrad Fahren Aber Jetzt Fahrt RISKonnte 但我以前不想玩了 但我以前很想玩了 但我以前很想玩了 但我以前一直想喝了 但我以前不想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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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今天的这节课上 我们主要学习了情态动词的过去式形式 并通过听力练习和阅读课文 来巩固复习了情态动词的用法 在下节课上 我们将来到阿拉克一家所开的食品商店 我们将学习食品在销售时 所需要用到的一些伎量单位 以及我们在食品店购买商品时 所需要用到的固定巨型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